拽拽的猪 拽拽的猪说 喂 那你说 大王 早的什么活 我就是想给你介绍一下自己 还是咱直接开始 你开始先说世界 精彩精彩前置 没一下前 就是我 就是这几年在外面读书 然后现在在英国工作 然后这几天给家联打电话 就感觉父母老想让我回去 但是我现在工作各种情况 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英国 我之前在美国在宾州那边读书 然后我读博士的话在澳洲 我好奇问我现在一个月 我现在一个月挣人民币挣也就一万多吧 我这就是在伦敦 那就是赛雷口中的2000欧 对对对 2000英镑差不多2000欧 正好我 我核实一下 我看赛雷催没催 你租房花多钱 租房子2000 我和我女朋友就是合租 然后我俩 你一个月挣2000欧 你租房花2000 对 然后我女朋友挣2000 我女朋友挣2000 我们俩住一块 完了 你女朋友挣钱吃喝 对对对 然后我家里边 我不存 我家里边一个月贴我2000 那你不回去 你敢干啥 你等个选总统呢 你还回去吧 我就是我那个属于就是我属于博士号 我就属于长线的这种 博士号混的还得一定 而且家里还得贴你 你给那挺啥你不告诉我呀 那我回去也是 就是我比如说 叫我这种做学术就是 前期就是这样 回去也挣不了多少 那你你怎么呢 你后期 你那个博士号 你给那个英国能挣多少 后期也挣不了多少 我教授我跟你说 我教授一个月4000 那给这耗啥呢 享受 享受自由的空气呢 香甜的空气 不享受呀 享受英式下午茶呢 后闲的 我这不最近找工作吗 我也没找 你是学什么领域的大概 我听听 我是那种做实验 然后应用性不是很强 就是 探索地下 实验用什么调料能替代自然的 干烧烤的 类似吧这种 对 不是那你 就是看这个烤多少 家没有吗 感谢天一热情 家没有这活吗 有 但是 就是 怎么说 你给家要干这活 一个月父母也得给你贴一万块钱 对 我现在挣工资也差不多挣一万 就是在国内吧 也一万多 对不是 你要给国内一万多 父母还得给你贴一万吗 不用吧 那我就不知道 那海上有啥不知道哪个城市一万多不够吃喝的 不过你在北京租个房子是不是也差不多 我不知道 在北京租个一万多的房子 我没概念 你要在北京租个一万多房 赶紧给英国租一栋楼了 你的两 英国两 你的两千欧 你也不过就是个小公寓吧应该 对 小公寓一试的 一试你到北京租五千块钱了不得了吧 那我不是 那我不是 是吗 你一试就一试一厅嘛 对不对 一个卧室 一个厕所 一个厅 对对对 你了不得五千块钱 我说实话 你租好地方 隔北京 哦 你挣一万块 挣五千块 你讲话晚上点个外卖几十 点个外卖几十 随时叫随时有 就像你说 就是我要攒钱就得从嘴上省 就是吃那种 就是三磅一个三明治那种 那你跟这 那你跟这挺啥呢 你跟这等啥呢 你等 你等我那个 你等我的那个谁 你等我开药房 那个女朋友离婚呢 抓紧走吧 你等 你上曼切斯特 你找她去吧 我有地址 你第一个视频过去 要点盖片啥都不能花钱了 等啥呢 回家 还跟这混啥 博士后 可能因为家也贴点 还跟这熬呢 你真行 家里供这些年 当博士后 玩个英国约约大钱 你是舍不得你女朋友还打的 我女朋友在这边 她也反正在银行工作 就是 也都这么个水平了 就是现在 轮流动 我觉得真是不咋地 完了周边朋友 我要没猜错应该也不太多吧 三五个 对吧 偶尔聚聚 你都不咋聚聚 说实话 大家有时候打打球啥的 就真的不知道 那日子过的 那日子过的 你不怀念国内千八百百元唱KTV吗 对不对 晚上逛个夜市吗 到马路都是人 又不用考虑安全问题 国内吃的好呀 对那你等啥呢 回去吧 回去走吧 大家不了了那地方抓紧出发就完了 我这趟我这趟回国 我到时候给你们拍视频 我就以这种 就在国外待时间长的人 回国的视角 在国内待的人 他不知道你想看啥 在国外待待久的人知道你看啥 我回家拍视频 你看看就知道了 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生活便利性 那个生活的档次 挣多少 其实数字来讲 它是一个有汇率差存在的数字 但是生活档次来讲 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你那英国也没好哪去 我朋友搁那都拍过 我都看过 那马路也齐列巴半的 那城市建设 主打一个 你要催的话 就是那个有文化色彩 有历史韵味 你要不催的情况下 是说白了翻新都翻不起的选手 对对对 就是这么回事 那就结了呗 那么冬天 这眼瞅入冬了 听说今天天气烧不上了 不行 不行撤吧 不行撤吧 多关冬天再研究吧 回去吧 我这一天已经在这研究 找工作 现在反正全世界都 你先研究一下 国内有没有能能能对接上 跟你这个行业对接上的 有发展的 回国 回国发展空间比 比外面大 外面很多东西已经把一个 就已经像调银台一样 他已经把这个都推的快到头了 你在里面再去 是正很难的 国内很多领域现在还都是在 在往上推的过程当中 你但凡能搭上这班车 就是你明白搭车的意思吧 不是说你自己开一班车 你但凡能搭上这班车 会混的都不会太差的 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理解啊 就我这种都说不上是人才 就是他们想要这种 可是后不是人才的啥 中专是人才 不不不不 现在在国外读这个博士 博士后很多 他基本上得 他希望你混到在国外混个七八年 这样他等于说再给你引进回来 你也有成果一发多少 那也行啊 你是奔着这个去的吗 他把你 对啊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但是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这行情这几年越来越 上学的时候交学费拿生活费 毕业了以后不交学费了 照样拿生活费 混个七八年回来了以后 我也不知道咋说 你是出国念书念的 你那个大概品没品过 到英国你在英国待多少年了 一两年我这刚工作一年多吧 一共花多钱了 从你开始啊 怎么就给几百个吧 完一个月持续再打一两个 对啊 再打个七八年 我给家里边打电话 我也挺不好受 但是 你有那钱都够躺平的了 我说实话 你回长春躺平 整套房 整套房躺平 天天小烧烤 天天洗澡 天天唱K K都够了 你出去扯大干啥去 这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 就等我自己给自己架着了 看看年底 年底回去过年去吧 就好好感受一下吧 真正感受一下生活 模拟一下 你就让 你就按一万五工资算 你就让你 让你家一个月给你一万五工资 一万五千块钱 你跟北京试着生活一下吧 感受一下北京一万五花掉 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就知道区别了 嗯 我也感觉生活水平肯定是国内好一些 对啊 你挣多少钱 钱是个数字 还是那句话 相比之下还有汇率差 但是生活讲的是质量 你这 研一争一臂 黄一晃三十了 再混两年 七八年混完四十了 哇 回去吃外卖 吃外卖 可能有没有清淡点的 还最近高血脂 这辈子 这辈子过去一半了 人到 那个叫什么 天到五十 人过四十吗 对不对 到四十那时候 已经过一半了 啥还没感受过呢 扯纳干啥呀 你要真说攒钱了也行 你还一月月还得搭 你放不上 是不是 对 我也这么觉得 年底有工夫 回去过个年感受一下吧 好 好了 教育啊 对人过四十天过五 对对对对